好 太好了 大家好 我是林彥廷 不好意思今天沒有辦法 實體參與大家的活動 我會先報告一下 我們大概有關於資料 或是我們為什麼 我們整個專案動機 我們後來有開發一個平台 再請我在現場的夥伴 然後再跟大家分享說 我們有開運了一套前端的軟體 然後大家如何可以去改動它 符合每個人的需求 好 我們這個專案的名字就是 語言模型競技場 那我們最初的時候設定一個網站 然後大家可以直接去Google Google這個網站 或是直接Google 台灣語言模型競技場 或是TW TRAPAR Arena 或是直接打網址都可以 那他做的事情非常簡單 就是 讓使用者提問一個問題 然後左右兩邊模型來回答 那今天上午的KUA KUA還有高雄大學的教授 他有分享很多不一樣的 這個KUA的架構 其實也在做類似的事情 那我們這邊就是做的更單一一點點 就是讓民眾來打分 那他可以打分說 左邊跟右邊的模型 哪一個比較好 他可以投票左邊投票右邊 或是兩個都很好 兩個都不好 那這一種 為什麼我們開運資料 會特別做這種偏好的資料呢 第一個就是 語言模型在出廠 通常最後一個階段 都是去微調偏好 因為大家如果熟知 語言模型的開發的話 第一個階段就是預訓練 讓他看很多不同樣的文本 第二個階段就是指定微調 把它調成 會跟人家對話 第三個階段就是對話還不夠 還要符合大家的口味 那我們台灣在開發語言模型 資源相對比較少 我們很難去做到最前面 跟第一階段的東西 那如果我們可以貢獻最後一個階段 偏好這邊的資料 供給大廠 比如說Google Meta 等等的公司 來去了解我們台灣人的偏好 他們可能會把他拿 拿這些開我們開運的資料 去應用在他們下一代的產品 那我們就不用去做訓 從頭到尾做訓練這個步驟 國外的東西 就會是符合我們台灣人的偏好 那我們這次總共蒐集了 大約3000多筆 台灣人的AB模型的打分 然後可以用來訓練自己的語言模型 我們的語言模型 我自己是有開發語言模型 我們的語言模型叫做TWLM 如果是完全沒有去做過 做回饋的學習的話 在中文對打多倫對打的表現的話 就如同這個表格的最左邊6.9分 那如果你使用這些強化學習 用回饋學習的方式的話 然後你針對英文的回饋 就是你針對英文的對話 去學習英文對話 怎樣講的比較好的話 你會提升一點點到7分 所以用英文來學習中文 是可以提升一點點的 但是如果你用簡體中文的回饋 來去學習的話 你會掉了非常多分 你會6.9分 會掉到6.1分 會掉的非常多 如果你用我們這個時候的資料集 來去做繁體中文的回饋的話 會比英文來的更好 就是達到了最高的7.2分 我想這就是另外一方面 從模型訓練的角度來顯示 我們這個專業案 開源資料的專案的重要性 你想要在台灣的中文的 台灣中文的多倫對話來的更流暢 大家更喜歡的話 那你就需要用繁中的回饋 來去做訓練 就是我們這個project 好 我們這個project一樣都在 大家可以在HuggingFace AIGRAM的HuggingFace的帳號底下 來去搜集的來去直接看到 我們其中包含說 你要如何使用這個資料 那很多應該大部分的人 其實沒有要訓練模型 他只是想要知道 臺灣的不同的使用者 進去類似ChagP網站 他會問什麼 我想大家可能會對這個很有興趣 你可以直接利用 像簡短的程式 然後來去做你的資料分析 不管是語音分析 或是等等的分析 我們公告了蠻多的資料 包含著使用者的IP 所以同一個使用者 問不同的問題 你可能也可以 也可以把它抓出來 好 再來就是如果你需要 如果你是比較進階的使用者 然後去訓練模型的話也可以 我們提供一個非常簡便的 這個 簡便的訓練檔案 那這是基於有一個叫 Exaloto的大型原模型 訓練的架構框架 那我們直接有公開了一個設定檔 如果你已經有了GPU 你直接按照這些指令 一步一步來去執行的話 就可以開始訓練這個模型 那當然你不會 如果你是要訓練模型 一定是比較進階的使用者 你會有很多東西要微調 那這些檔案 你就可以自己去把它稍微改變 比如說你有很大的GPU 那你可以訓練更大的模型 你可以調整一些其他坦素 讓他訓練的更好或是更快 好 但是如果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第14行這邊 就是運用我們這次開源的資料 好 那這一次 今天主要比較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說 使用者通常都問什麼 那這個使用者都問什麼 這一件事情是非常的重要的 因為你在開發語言模型的時候 你最後是要推出一個產品給人家用 你如果知道這些你的使用者會問什麼 你從頭的訓練資料就要開始準備是什麼 那還有另外這是第一個有趣的事情 對於模型開發 這個非常的重要 了解你的使用者 第二個的話就是 我們這一次的網站 是架載我們自己的網域 就是一個 arena.twm.com 它並不是架載比如說像是 chatgpt.com 或是gmini.google.com 它是大家都可以 大家在心裡使用者在心裡都會預設說 chatgpt.com google的gmini一定是比較好的 開源的話相對會是比較不好的 所以其實大家問開源模型跟 私有的模型 你的問法會不一樣 尤其是在分布上會不一樣 可以看到我們這個圓柄圖 那寫作跟coding 分別只佔了10%跟10% 然後反倒是很多其他的問題 生活的問題 政治的問題 佔了很大多數 這跟我自己在了解到的是差很多 尤其是比如說你 舉例來說 LAMA它是那種服務的模型 其實應該大部分 Tier 1 就是最先支援的 應該都是coding跟寫作 因為大部分使用者 都會想要去問這些問題 但是我們從從我們的開源專案裡面 反映的是不一樣 就是大家想要挑戰這些開源模型 或是不一樣的模型 要去比較政治 或是一些在地化知識的方向 好 那前三大主題 就是第一個就是台灣政治 不管是國內政治 或是國際的政治 再來就是一些 打招呼 第二個其他雜項 幾乎上就是跟模型打招呼 閒聊 第三個就是問一些生活資訊 但很多都是跟台灣有關的生活資訊 我們來看一下不同的範例 好 第一個就是台灣是什麼 台灣跟中華民國 或是台灣是中國的等等 這種非常敏感的資訊 我想大家其實 因為前陣子有一個風潮 就是台灣這邊開發的語言模型 它的政治傾向 可能是大家不想看到 所以那一陣子 還有包含我們這個網站 其實經歷過總統大選 那一陣子就非常多人在問 比如說總統候選人啊 或是總統當選人相關的問題 那我想這是 就反映了出來 大家很想去挑戰模型的意識形態 接下來一個問題就是測試型的問題 那這就比較無聊一點 大家說你好啊 你幾歲你是誰開發的 等等的這種問題 第三個類型就是問 他想知道 這些語言模型不是聽說跟人一樣嗎 那他就問說 比如說你住在台北 就問台北的資訊 你住在新竹高雄 就問新竹高雄的資訊 或是一些食譜相關的生活資訊 這是民眾最喜歡問的三大小 接下來比較中等熱門的題目的話 大概就是有關城市啊 或是寫作啊 或是金融醫療等等的 比如說寫作寫城市 那我自己是一個寫城市的開發者 所以我會很喜歡 問很多寫城市的問題 至少我問ChurchPT很常我這樣問 那大家也一次一樣會問 開門模型的這樣問 當然還有很多人直接貼一個城市碼 直接貼到我們Arena上面問問題 那因為這邊他如果你秀城市碼 就會比較不好看 所以我就沒有秀這種案例 但是大家可以在資料集裡面找到很多 然後金融投資啊 那金融投資這些問的 這些其實是問的比較深度一點 比如說問金融工具啊 什麼加密貨地啊 或是什麼那種Trading View啊 或是等等這種城市交易的平台 也有很多人問說 台積電現在 你知道台積電現在幾塊嗎 你知道人發課現在幾塊嗎 等等這種實施性問題 所以金融大家應該也是還蠻愛問的 大家都想要變得很富有 那健康醫療也是相對比較少 但是也是常常大家會學要問 測試模型的知識 就是這些健康醫療等等的 那我是覺得還蠻 還蠻有趣的 因為至少我自己是比較少問語言模型 將關於健康醫療的資訊 最後一個文學創作 文學創作是我自己 就是自己在看實用者流量的時候 其實也蠻常看到的 比如說這些都是直接要模型去創作 有些人有些是要去寫詩啊 就是像點一篇文章 然後要不要把它轉變成什麼 誓言絕句等等 最後比較少見的 但是值得一提就是法律知識 那法律知識 因為法律知識還蠻特別的 因為這個法律知識在私有模型 比如ChairGPT或是Dubonite 他其實打的並不是特別的好 相對於如果你台灣 有針對台灣法律去做優化語言模型的話 那因為台灣的法律 可能國外比較難爬到 或是他目前沒有著重這個項目吧 所以我知道有蠻多 對法律科技有興趣的 的產業 然後也對大模型那種興趣 然後我想他們應該就貢獻了很多這些問題 好最後面我們有一個 我們有一個新的用戶共享平台 我就交由在現場的同朋友來幫我們分享一下 我們開源在哪裡 那我們開源的程式 大家如何進行修改 微調成自己想要的樣子 那當然我們有提供很方便的一鍵部署 你就可以部署自己的 這些平台在你自己的機器上面 好那大家如果想要測試的話 可以Google這兩個網址 就是Arena.twlm 就是有一個Stage.twlm 那大家都可以來去玩我們這些特殊的網站 然後跟不同的模型來去做對話 好就前面的部分 這是團隊的介紹就先跳過 然後我們的網 我們的網頁是基本上它進去之後會要求使用者登入 然後你可以用Google或者是GitHub帳號登入之後 它會有四個tab 然後每個tab會分別做不同的事情 在chat的部分大概是 你就可以像兩個不同的大型語言模型 它現在是目前是屬於匿名的狀態 你會像這兩個匿名的模型提出你的問題 然後兩個模型會對你的問題做出回答 回答完之後你的任務就是去判斷 請問A模型還是B模型的回答 會比較符合你自己的要求 然後你就可以在下方選擇 你覺得A表現較佳還是B表現較佳 你選完這個選項之後 它就會公佈這些模型的名稱 然後你選完看完模型的名稱之後 你可以選擇去編輯這些模型的輸出 就是你設想它要怎麼回答你 你會比較滿意這個狀況 編輯完之後它就會把我們的舊的回答 跟新的編輯後的回答都存到資料庫裡面去 在第二個tab的部分是關於Rating Rating這個部分就是 之前會有很多使用者已經編輯過之前的對話記錄 然後這邊就會從資料庫裡面隨機撈一筆資料上來 然後你的任務就是去判斷 請問它修改前的比較符合你的要求 還是它修改後的比較符合你的要求 我們還需要收集更多使用者的那個意見 才可以判斷出到底是舊的或新的 才是符合大多數人的滿意的狀況 按下這個提交按鈕之後 它就會把它送到資料庫裡面去 第三個部分是關於dataset的部分 基本上我們有做出一個介面 就是方便使用者可以直接下載我們資料庫裡面 已經整理好了所有的資料 然後我們也做了上傳的功能 就是上傳使用者自己 目前是支援從OpenAI那邊拿到的對話記錄 最後一個就是Leaderboard的部分 它是使用ElloRating這種方式來 判斷哪一個模型的分數是目前最高的 你就可以根據這個排行榜來看 目前哪個模型的表現是比較好 這邊是結果 不過我們剛剛已經把這些貼到共筆上面去了 所以直接到那邊去看就可以了 這些是我們開發這個網頁使用到的套件 接下來是我在ReadMe裡面套一個比較重要的東西來講 就是如果我們要加新的模型的話 可以怎麼去修改 基本上通常一個模型它會要求 它會給你一個API Key 然後你需要把它貼在你的Environment的檔案裡面 就是大概是這個位置 紅色框起來的部分 貼完那些Environment的Key之後 你就可以到這個檔案去加入那些模型的名稱 然後基本上每個模型它會有一套官方的文件 它會指示你 請問要怎麼用這個模型去做streaming 你就必須參照它的使用守則的那部分 來修改這個檔案裡面的回覆 同時你也可以在這個檔案裡面 修改它的Maximum Token 或者是Temperature這些資料 然後接下來是資料結構的部分 這個部分就應該不太需要講 好 就大概講到這裡 謝謝大家 那我們就進到QA的時間 大家對於這個專案的分享內容有什麼問題 咦?Side上有嗎? 有嗎? 那我來會 那我來會 我幫他重複一下 就剛才有一位聽眾提到 3000筆資料在哪裡怎麼使用 是嗎? 是在一個社群網站 就是 基本上我們有一個 我重複一下 因為那個要麥克風 就是剛才3000筆的資料來源是什麼 然後怎麼產出來的 這樣子 就我們有一個舊的網站 然後他 那個舊的網站是 已經先蒐集一段時間的資料 然後他目前的 他目前的資料是放在HuggingFace上面 就這裡有個連結 對 就我們新的網站有改善一些 優化一些舊晚飯的缺點 比如說載入速度太慢之類的 喂? 但因為我們新的網站才剛 落成第一個出版的 初步的版本 所以目前 主要蒐集到的資料會是 以剛剛的那個聯體選長 他那邊用的那個網站為主 但我們之後會 把我們目前新做的這個網站 當成主要來蒐集資料的平台這樣 還有朋友有問題嗎? 有嗎? 有嗎? 那動機的部分 就為什麼使用者會願意用你這個 用這個平台來進行標註嗎? 因為他並沒有獲得任何好處 但 目前我們想到的方式是透過一些獎勵的方式來 促進使用者使用 因為 像是GPD-4這些東西是要錢的 但如果我們能夠 以這個為代價 讓他們有使用GPD-4的機會 會不會這樣會比較激勵他們去使用這個平台 不過最近還在初步設想的階段 我可以稍微補充一下 不知道大家聽得到我嗎? 哈囉 聽得到我嗎? 可以 可以喔 好 就是 對 我剛剛講的沒錯 就是使用者又因要使用者這個平台 其實很重要的 第一個是我們幫達夫爾的GPD-4的這些 等等這些成本 API的成本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 比如說LAMA 它出來推出了3.1 它有一個405B的版本 實際上雖然它是開源模型 每一個人都可以用 但其實你很難找到有網站 願意幫你hold 405B這麼大的模型 我們後續就希望說 因為我們有 比如說推論模型 推論GPU的贊助的合作的夥伴 所以我們後來 我們之後希望 host越來越多的這種大的模型 讓大家可以免費直接去使用這種405B 這種大小的模型 非常巨大的模型 那相信 只如果大家想要說要用大模型 就想到我可以去用我們網站來去用的話 那這就是我想 讓之後一個主要大家會使用我們模型的誘因 感謝這個團隊的分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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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